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国首档武术竞技类大型节目 中国真功夫 我们的比赛现在开始 大家好 我是中国的满天刚 我这个对手的情况暂时不了解 我心里有我自己的一套经验计划 在做一些细微的调整 外国拳手对我的印象是 他们比较敢打敢拼 一直是阻挡进攻型的 相比较来讲背中一切 然后力量还可以 埃及的还没有对战过 但是埃及选手应该是 肌肉比较发达的地方 我将为荣誉而战 我是满天刚 等你来战 首先让我们有请远道而来的 来自埃及的老牌冠军选手 谢礼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满健康是我们 漂亮 一个接腿摔 非常棒 满健康是我们 也是中国的一个晋剑级运动员 他是武警的一名选手 也是全国冠军 实力非常前进 这名来自武警的山东大汉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我估计他要展示的还是他的一些拳马 他的力量上 对 从身高满健康要比这个谢树要高 但是谢里夫你看不见 挺灵活的 对 谢里夫你看他这个 呃 肌肉 肌肉类型 我觉得 有个正东 漂亮 接腿挑摔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满健康 不要跟他硬拼 一定要采取这种灵活的战术 我们要用这个摔法 漂亮 嗯 哎 先用止性动作打开以后再用拳法 哎 漂亮 啊 啊 刚才自己 自己倒地了 自己要倒地了 这样就是这个就不得分了 对 满健康就要用这种推法 看 是吧 然后我再晋身 哎 刚才 哎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呢是一个胯 哦 当时呢 呃 被对方反住了 是有点可惜 动作还是做得非常漂亮 自然也挺高 哎 转身 选手很漂亮 哇 再来 扭着反弦 后拳 哎 在这个情况 哎 再反弦 这比赛好看 好看 对 满健康一定还是要多用一些直动 直进动作 可能会更好点 所以说 观众朋友还喜欢看这种中外对抗 对 这种对抗 第一个是看到外方运动员 那些中国散打以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 同时也看到中国的这种刀手 是吧 怎么能跟外国运动员对抗当中 把散打的技术特点发布的 我觉得 因为呢 外国运动员啊 他这个力量度是都非常好 如果我们一味的跟他就说第一种努力 我觉得不可以 我们一定要跟他比赞去 对吧 你像我 满健康在这场比赛里 第一回的比赛里面 就非常好地利用这种戒腿摔这种 这散打神特有的一种技术 非常好看 对 对吧 对 你包括他也敢用这种转身的我们说的候选帝总统也敢用了 一圈一圈 一圈 漂亮 我觉得这个 谢柳夫这个运动员啊 特别强壮 你看他上身 他的上肢量很好 非常好 哎 漂亮 哎 也做一个转身 这转中也很流畅 嗯 流畅 嗯 然后呢 抱在一起 我们呃 场上裁判 杜中央老师呢 就及时把他分开 漂亮 哈哈 直接一个压 把对方推打 嗯 这才是传打了一种巧摔 巧摔 对 这动作应得很合理 对 刚好就是说突然发力嘛 嗯 但对方防不胜防嘛 进攻要么就快 对吧 出其不已 要么你撤就撤 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节奏节奏 一定要把这种节奏打出来 漂亮 再跟腿 哎 爱情这边谢里夫 毕竟他在学中国这种三大 对 这种技术体系 这种东西 但是他能不能临合的 哎呦 协调的运动 非常漂亮 刚才这个谢里夫做了一个 哦 还是 哎 哎 我们应该说 这是中国的一个手指 哇 漂亮 跳进去后有直觉 KO了 跳了 漂亮漂亮 我绝对要终止比赛了 为了保险 但是他跳起来一个后轮 打得太漂亮了 哦 这个就是比赛中的一种 瞬间的一种冲击啊 哎呦 漂亮 又一个 这是应该终止比赛了 再打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有任何意义了 谢里夫 张玉 五秒 我确定要终止比赛了 对了保险 但是他凑起来一个后轮 也太漂亮了 满建刚获胜优势明显 这是一个终止比赛了 谢里夫 今晚我将让你重新认识中国三党 räou si matches意外不断 helpful 他们会顺利担奥 不许跳了 不许担不许ラ 瞬间的一种冲击 漂亮 又一个 这是应该终止比赛了 再大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 一个直线 漂亮 这一阶队是打出我们这个散打的这种气势和风格 我们来看看待会要慢动作 跳起来看 冲拳 非常精准 太棒了这一圈 整个用身体的第一件压力 对 这是第二次击倒对手 第二次击倒对手 因为那时候他还没有缓过来 尽管有个八脑的强度 但是那个打击步都太大 太大 太大 现在我感觉这个谢力富还没有缓过来就还没有缓过来就还没有缓过来 尽管有局限的一分钟休息还没有缓过来 但是这个运动员我觉得看击打能力非常好 这样的一个重机动作 他竟然还能站得起来 但是我们也看到今天这个谢力富在第二回合两次被中击的情况下 依然又回到队台上参加第三回合的比赛 比赛没有悬念 真的 但是这种 精神 对对对对内台那种热爱 对这项运动的喜欢 是的 那种执着 这种精神 可嘉 让一个上钩 我对散打的理解就是说矜持不懈 哪怕被击倒也要勇敢地站起来 只要我站在全台上 我就要拼不到底 你刚刚看谢力富发弯力之后自己已经摇摆了 您中应不 但是这个运动员确实也是值得我们表扬 值得我们赞扬 因为他确实这种意志品质非常劲强 尽管说 一个下线只被摔对手 你看 没有进来 这又喊停了 你再说没有意义了 所以呢 他这个就是说 做动作的一种突然性 哇 漂亮 高别的身份 千高有个下级 这下歪有了 九个摆圈 有有了 漂亮 一个歪 很漂亮 现在呢 国家的运动员对这个动作呢 非常有敏感性 这个呢 也经常在张教练 漂亮 这是这方倒立一个下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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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受伤了 是他的这个肘关节 肘关节可能插了一下 现在打地上 估计比赛结束 中止 中止比赛 比赛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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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运动员确实 鼻子呢 有点受伤 但是呢 他这种精神 我觉得还是很棒 但是从水平来讲 阿卜杜勒先生 来为我们搬出 红星乳液杯 男子85公斤级 中外队抗赛的 优胜奖杯 谢谢二位 你们都是最棒的 胜利的荣誉意义非凡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第二 别对协力出的不满 对于赢得比赛的满健康来说 老四也有一些疑伴 好像是他举手了 然后没有什么特别成绩化 才看可能会以为 然后可能他就做一项 才会 他们自己去这个时间 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我为你们 让我在内台上 有个动大的动力 我会继续努力 在内台上产现一个 同样的能力 而在此刻 作为85公斤级 冠军热门人权的杨远飞 却丝毫不知道 自己将面临 史上最强冲击 全国85公斤级前三名 全部战至杨远飞 这些年我一直往前走 我相信 今来我们的胜利 一定会属于我 杨远飞 上一杯输给你了 这回在真正口的内台上 我一定要找回自己的藏 杨远飞打败你 就是这个机会的王子 85公斤级最大 独怪者的杨远飞 早就三名叛将挑战 此刻的他 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就在他紧张备战的同时 美国天罗的孙超 率先向冠军发起竞争 大家好 我叫孙超 我来自安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李浩天 他的基础还是比较全面 全腿都还行 李浩天的速度比我速度快 我主要是以拼打为主 这次对李浩天 我感觉还是以先打为主 主动压进去 要打就连续攻击 我会享受每一趟比赛 我接下来的目标就是争取战胜最高能量台 拿一个全球冠军 我是李浩天 我是孙超 孙超 我会认为赛在我的全体之下 那一台就是我的舞台 超越自己 我是孙超 加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要进行的是我们汉斯啤酒杯 男子85公斤级的半决赛 首先 有请出的是我们的红方 来自北京代表队的李浩天 这位来自北京的小伙子 走上擂台之前 跟他的叔父完成了一个忠实的抱拳仪式 红方 北京队选手李浩天 21岁 身高1米90 体重85公斤 一级运动员 在今年读得了全球武术斩打冠军代表 奖金 欢迎红方选手李浩天 那么接下来 作为今天来上李浩天的对手的 是来自于我们蓝方的选手 那就是安徽代表队的孙超 这边是国家的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 是国家的军队赛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一场男子85周年级半决赛 红方是北京队的李浩天 蓝方是安徽队的孙超 这第一回合的比赛你看看 可见我们这个安徽小将孙超这个拳法是非常有特色 刚才是两团了三团了 我又一个全团了 让李浩天都这样打了 哎呦 这种拼的我 我觉得李浩天出面点 用推法控制 调整一下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李浩天这个运动员 他的拳法应该也是非常优秀的 当时今天碰到这个孙超的这种本功 哎呦 一个变 对 用推法控制的 因为双方正要在拼拳上 这个孙超战绝对的优势 我告诉你 当时呢 作为孙超一定要抓住这种司机啊 抓住这种机会 对 对方 对方在给我用推法的时候 我的拳法好 这种情况下 对 我不管他 因为我拳法占绝对一种东西吧 因为呢 他现在第一局已经产生 四次最强 最少有四次比较重的拳法 哎 刚才呢 叼了副词 对 这第二次嘛 第一次你是 绝对有点延误时间了 对 延误时间了 嗯 不能一打就飞 副词 漂亮 前手拳控制 对 因为你有身高 因为你身高是有 优势 他绝对有优势 身高 漂亮 这就很漂亮 这后手之拳 对吧 李浩天现在已经发挥了 他的这种拳法 打出这个 漂亮 又两个后手拳 翻他了两条 对 所以这两名运动员 确实在拳法上 都非常优秀 首先呢 是孙超打李浩天 后面呢 又李浩天给他翻车 在这种情况下 李浩天一定要变招 要变招 我用提法控制 控制之后 我用牵犯拳 然后再后手 我把提速压下来 对 用这两对攻打拳 漂亮 节奏的一种变化 你就有希望 第一局一上来 哎呦 那种拼拳 关键说 你第一局比较很好看 你第三局会怎么样 虽然运动员有说 他控制节奏 并不是说为了 呃 什么目的 有可能是 一种体能 一种适当分贝 哦 然后呢 爆发 我可能放在第三局 我们通过这个 曼琼堂来看看 你看看孙超 这个后手拳打得非常接近 这一拳是有效 有效果 对 这一拳太重了 这一拳出名点 否则打完 接着高贝本上头 我们要打第一拳 我接着高贝本上头 更好效果 对 所以运动员一定要有一个捕捉 这个机会的一个能力 你是其实第一 第一拳一定给对手造成了一定的这个杀伤力 你如果再跟一腿 有可能这种效果就会更好 好 我们来看看第二拳 这第二拳 漂亮 其实这两名运动员特点啊 他这个拳法都非常突出 李浩婷呢 他从这几年比赛来看 他这个拳法还是打得非常好 这场比赛真的好看 一个2015年全国85年级冠军赛的第二名 一个比三名 撞到一起了 漂亮 你看 在腿法上 实际李浩天是有优势的 对 李浩天他这个身材很高 他随便一撂就到你头上去了 我们说一寸长一寸强 当时呢 作为孙超 这个反投意识还要加强 一定要 首先反强 起 起自 这个腿法要注意 注意对方的高贫队 这个后组员打就很老 这种打法就对了 这时候孙超从里面 我就不给你打这种慢节奏的 我这时候把体育带起来 要出脚要快 而且要不要打 但他们现在打了枪 就是但你没有连击拳 你看 这个连击拳 但是你是打空了 如果要打中的话 对不对 刚才李浩天做了一个拳腿拳 还是比较 凝结的比较快 质量也太高 拳打了 跟腿的就对了 这个反击拳手先打得好 所以李浩天一定要发挥出 他这个身高臂长的优势 才能压着住对手 你看这个孙超相对来说 身材也矮一点 但是他很结实 双方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主要的得分手段 仍然是靠拳法 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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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拳法在三打里面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运动员一般他不怕腿 他怕拳的目的是什么 就怕会击晕 所以很多运动员 对头部的反手 意识是特别强 我们看这个三打比赛的拳法 在这阶段当中 双方更多的是 打这方的头部 对吧 他们要打七块是不得分的 所以要打得分手 打得分手 要找机会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你在打球的过程中 因为头应该说是 运动员保护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你打他他保护好自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用一些腿把 最大的躯干 所以我们在看 今天这个八十公斤 这一当中 不管李浩天还是孙超 在这种变化当中还少了 虽然知道控制比赛球 但是变化还是少 对 就打法还是单于变化少 你看他们 漂亮 漂亮 李浩天他其实这个拳法是确实非常不错的 但第一局上去 就是对于是给孙超打蒙了第一 他这个拳法好是他把后手拳 整个身体中心的压出来打 而孙超他打拳是站这儿的 对 力度就不一样呀 对 李浩天他教练 善教练 善教练 善孝强 他呢也是我们国家的一名教练 善教练呢 他是拳击出身的 所以呢 对运动员这个拳法 哎呦 漂亮 善地把剪腿之后 这个非常漂亮 两分 所以呢我们运动员一定要有全 踢打摔一定要全面 你光拼拳或者光拼腿都不够 一定要三则结合 就这个摔法 体现出 对 虽然三打的快摔没体现出来 但是由于三打有摔法 对 我还觉得好看 对呀非常非常好看 所有的运动员一定要 技术一定要封锁 嗯 刚才一拳打的也 这个反正打得好 哦 嗯 感觉在打拳上的李浩天这个动作更加规范一点 发力这个顺序啊更加流畅一点 就完全是动用这个腰部的力量 嗯 善教练顶重 嗯 双方应该还是全体这组合就更好看了 这有一分就太拼拳了 所以很多观众以为这场比达是个拳击比赛呢 好的 拼的还是很积极啊 但是呢 目前来说 这个 从有效打击程度还是红方占有 哎 红方是动用身体的力量 哎呀 这下防守很好 这个孙涛这个用身体这种防守非常棒 避过一个高冰体 赵继时在比方的时候要抢分冲上来 好 好 三方孙超进入决赛 但是也要谢谢李浩天 你的表现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谢谢你 好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出青岛啤酒陕西销售公司副总经理苏凯先生来为我们搬出汉斯啤酒杯男子八十五公斤级的优胜奖杯 二位选手的对决赛 二位选手的对决向我们展现出了好像不属于他们这个量级的轻巧与灵动 而这也正是我们中国武术散打的精髓所在 恭喜 内台上风云变幻 李浩天意外输给了曾经的手下败将孙超 面对这个结果李浩天嫌得十分不满 一样肯定一样 打他没用 孙超我任意换了我的全力之下 上次我发了我的一键之锤 我在半冰赛上输给他了 今天我再次这么用自己 我又来了 恭喜来访孙超进入决赛 又跟大家见面了 我是来自山东的杨颜飞 我叫韩磊 今年22岁来自河南 我的对手杨颜飞 他经验比较老道 技术比较全面 之前给韩磊打过 他的手法还是比较多的 我想打他是 没有 杨颜飞 我曾经输给过你 但这次在真功夫的内台上 我一定要把你拿下 你可以随时来挑战我 我杨颜飞 随时等待你的挑战 我是韩磊 大家为我加油喝彩吧 我又回到了中国真功夫的内台上 期待我今天晚上更精彩的比赛 我依然是这里的王者 南方是河南的韩磊 洪方的杨颜飞可以说是 这个内台上的一兵老将 对 也是中国散打队的一个领军人物 过到一个转身 但是可能效果不是很好 但杨颜飞那是拿了很多成绩 然后在散打界呢 你气势也是非常强的 是啊 还有一套组合 但是哎 没下来 你像他获得过锦标赛冠军赛 那不计气势这种冠军了 而且是 亚洲比赛能拿 对 而且呢他都是长领的 在足够形式出运动员的这种实力 作为这个 呃 韩磊这个运动员 呃 虽然说一个新秀 但是这个运动员 如果在全国比赛中 能晋级到全国前三 这个运动员也是也是实力也是非常强的 对 他身体素质很好 哎呦 不要自己不希望自己上 对 哦 对 这是呃 自己对这个擂胎旁边这种 呃 没有判断好 对 所以呢我开始也也讲 就是说其实全国前三名的运动员 更多的是不是一个技术问题 不是战术问题 更多就是一种他的心态 哎 其实技术水平应该是比较接近了 如果哎 作为新运动员 你如果心态好一点 哎 有可能一不小心也有可能掌声 这就是韩磊很聪明 对 比较大观点可能常见的 这我看我在破予无奈情况下 我扎着你一块下来 对 漂亮 今天那个韩磊的战术应用 对 打得很聪明 对 哦 呃 非常有拼捕精神 虽然说你是个老健 对吧 但是我没有一点确强 呃 他的得分意识很强 得分意识很强 得分意识很强 人倒计时了 嗯 比赛时间非常快 但是呢 从这一局来说 这个韩磊还是表现得非常不错 刚才一个正攻的赌击 把哎 杨颜飞给踢倒了 是啊 而在杨颜飞在今天比赛里面 他首先发力 他首先又利用转身后登 但是 对 但是没有做得好 对 没有做出来 这是三分动作 没有做出来 对 你没法得分 嗯 我们来看看这慢动作啊 这是第一回的比赛里面 百拳打空 对 百拳打空 自己不幸 看啊 下泪 下泪 这是一个两分 是啊 刚才一个倒地 也是失去两分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呃 这局呢 你看我们杨颜教练 也是我们国家队教练 啊 对杨颜飞呢 进行了一些技术指导 来看看这个杨颜飞同这个韩蕾的第二个的比赛 漂亮 好有这一天很重 这就叫先发制 嗯 所以呢 这种 像这种比赛 我觉得更多要积极主动 哎 这一下你看 聪明吧 还是聪明 韩蕾已经两次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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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分不让你轻易能够得到 因为这是得 这是得分制的比赛 对 这个呢也是一个戏剧型 要要下咱们一起下 而且你看这个韩蕾敢于出动作 你看刚刚已经两季 这是中段面的扫机 打你的两个内部 对 哎 刚才一个侧窗图 看的还是很漂亮 哎 杨颜飞不能推 一推如果万一下去来 那就发疯了 在今年的全国武术冠军赛里面 蓝王选到韩蕾是过第三 对 而这个红黄是过得冠军 转身后登 嗯 但这个不是 迎击那种后登 对 所以没打出这个 笑过来 笑过来 哎呦又下去了 又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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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其实呢 我觉得今天从目前 从第一局到现在 我觉得韩蕾是值得表演的 哎 他打的是非常有章法 呃 也没确长 啊 呃 几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嗯 尤其是能是 杨颜飞下来 这种表现 哎 有可能 落干云以后 他有可能又晋升到这个 呃 全国武术三大的一个银军人物 我看到杨颜飞 刚才那个拖闪 他不拿拳 我们是拿拳户头拖 而是一个下潜的 晃动力的拖闪 对 所以这个运动员这个 呃 呃 反手技术还是比较 非常好 掌握得非常好 词度把握好 在第二回的比赛里面 呃 实际上 杨颜飞在开局很好 嗯 先下手我想在七上线压倒队 但是这个 好像这韩蕾队 比杨颜飞上打法 反正已经够到了 啊 啊 啊 韩磊积极调整战术 今天那个韩磊的战力 对 打得很棒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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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一次一次的失误 呦 呦 再多可惜啊 打上去 呦 杨颜飞 还能保住自己的级别冠军吧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题 来自少林塔格舞 叫南方的韩磊 从这个来自山东的杨颜飞 在第三回的比赛 呃 腿是很重的 很重的 一踢到都是 声音非常强 哎呦 哎这一下呢 这一下呢 哇 这个漂亮 我肩腿之后 我是用拳打来的 对 是吧 对 其实 杨颜飞有这个能力 他就是有这个能力 只不过可能是机会没把握到 所以呢 我说了 刚才就是说 嗯 这个中攻队的一台上 都是前程对决 哎 水平都差不多 对吧 就看谁现在好 这时候现在杨颜飞知道比分落后 现在开始抢分了 嗯 这才一天才抢分 嗯 你一定要敢打看拼 双兵 哎呦 你看 这多可惜啊 这安道理 这安道理 对 他在今天比赛里 主动丢分丢六六分 这个安道理说 是他主动摔 哦 哎 又下去 嗯 好在现在韩磊在第三回 也两次下来 对对 跟那个杨颜飞那两次下来 冲了 分数被冲掉了 但是呢 呃 呃 杨颜飞 这一局有个倒地 嗯 这个也蛮可惜的 哎呦 就抢了一分 抢了一分 这一队质量还是很高的 因为关键时刻了 你现在 其实两个人应该说是 水平可能是比较接近 哎 这一下呢 哎呦 第三下这就完了 哎 这个比赛的胜负这个 这个一次 这个一次 对 一不小心 就马上就 一回合 三次下来 对 说老师 三次下来意味着 就六分没了 是啊 这个比赛中 你得六分是相当难的 这还是老将 将还是老的了 在第三个比赛上 迫使他的三次下来 对 在比赛中打得翻过来 呃 确实 老将打得还是 比较有章法 尤其是第三次 对 表现的非常 我们一号裁判员 给出的成绩是 红方 十七分 蓝方 十六分 二号裁判员给出的成绩是 红方 十八分 蓝方 十八分 三号裁判员给出的成绩是 红方 十八分 蓝方 十七分 恭喜红方 的对决中 杨元飞 依靠丰富的赛事经验 及时调整战术 赢得比赛 感觉这个在场上 跳上后 导致自己自己几个 无谓的倒地 是的 四五分 总有一点我会超过他的 这就是四五分 不要赢 因为我还年轻 我还有的是机会 今天晚上的决赛 男人育一定是 No.1 今天晚上的决赛 男人育一定是No.1 超级的决赛 男人育一定是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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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点不紧张 我上去打住我最好的水平 让大家都认输 没有必要输出输脚的 反正我感觉自己还是比较幸运的 付出了有一定回报 感觉这比赛没有提前那么多输赢 我打他他打我 就是谁的气势 在我的思想里面 比赛就是比赛 比赛就是比赛 我赢了你好天 我如果再把杨玉辉赢赢了 我感觉这个季节就很大 恭喜孙超进入决赛 我的肩膀也很厉害 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 他就是老队员比较迷糊 他上的技术应用 你会比赛就是比赛 放平心态 我不把自己感觉是一种老一样 我对前方就拼他 比赛是他 始终不放后退 始终盯着打 他能给我拼 我也会比赛 孙超加油 赢上杨玉辉 这个级别 我就是老大 我们都盯着自己最大的努力 去拼着这场比赛 我也在看着孙超和尚玉辉 在场上一节都比赛 同方有着飞天罗汉之称的 杨玉辉 孙超 龙辉赛 在上一轮的比赛中 孙超高超的拳法技艺 给现场已经拨下了 尤为深刻的印象 当他踏上泪台的那一秒 他的面头将会变成一副 争胜的表情 欢迎你 孙超 只把本场比赛的裁判员 鹏飞 国际景 你现在说到的是陕西位置中国争攻部 五次散打争霸赛 我是体型的人宋宇杰 我是国家队教练 冲队教练 好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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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 南方倒地 因为呢 为什么盼他倒地 就是说南方是第二次发力 然后呢把杨永飞给带倒 所以呢还是算倒地 很积极 一上来就直接 这个开门红 这个开局对于红防来说 杨永飞非常好 这个开局 对 因为呢这个摔法呢 能打击对方的这种自信心 对吧 我一下子呢摔倒了 然后呢给观众呢 引来一个好的这种印象 红防杨永飞在今年的全国冠军赛当中 是获得85公里的冠军 而他的对手蓝方是获得第三名 对 那也就是说在进入冠军道路当中 他俩曾经见过面 是的 就是说红防杨永飞曾经战胜过蓝方 对 孙超 那么今天孙超可以说是一种复仇之战 对 因为你在九月份战胜过 在冠军赛 那么今天这是在中国散打的一台仗 和那个不一样 对 不一样 因为呢规则不同 对 然后呢你看我们锦标赛 我们运动要穿富具 但是这个呢就完全就说 一副就脱掉了 另外一个呢 我们在得分方面也是有一定的区别 这样就给蓝方孙超一个复仇的机会 对 其实呢作为情商品运动员 我觉得这个水平还真是比较接近 尤其是从 这一拳多重你看 对刚才那个杨言飞是一个后扫题 然后顶完之后一拉开 一个直拳 重拳重拳就能一下不能连击做连击动作 因为他知道我只有这样 重拳打击个清晰我才得分 对 如果连续的出拳是得不了分数 对 是的 他要讲究这个几大功力 还有呢讲究对手的这个位移 我们来看看杨言飞同这一支 就是孙超的第二回合了 好 杨言飞一上来你看 非常棒 非常非常不错 这就是典型的抢分 连续 最起码有三点 对 三个那个扫题 最起码三点 你如果想拿下这场比赛 我觉得还是要再积极一点 所以你现在观众头上看 现在中国运动员这个后扫腿 只是用打对方的大腿 如果是泰拳 他这个后扫腿一定是打你的躯干 或者头部 这两者有不同的原因 对 不同原因 我们关键还有一个摔法 你如果踢的太高 容易被对方接腿 你看 又是抢分 漂亮 杨言飞这个机会抓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这个从目前来看 这个得分质量是非常高 右一腿 这个他这个你 这是又一个 又一个说 再下场 哎呦 可惜了 漂亮 右一腿 哇 这个运动员确实 呃 成功率最起码百分之八十以上 现在看 现在我觉得孙超应该想想 对方一直用 就踢我的那个左腿 好 那你踢我可以抬腿 抬腿隔啊 对 隔党隔你 因为呢 抬腿不行吗 对 我为什么要依照你要踢 因为你能判断住吗 对 我们现在看着低兵率很多 低兵率多呢 其实有一种防守呢 就提西防守这个 刚才孙老师讲到的 我觉得 非常好的一种防守 非常好用 刚才呢 孙超呢 腹吃掉了 像三种烧嘴 明天就光打我这打 对 左大腿 那么好 他在起腿 你能夸上去 那如果你抬腿 他就踢空了 对 要不然我搁当你的 我搁当你搁你 你也很疼 你踢上你也很疼的 而且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对方领序踢你多 很多下 你如果还防不住的话 那也是不应该的 对 你要 因为毕竟是优秀运动员 对吧 你肯定就要意识到 这一块的 对方在对你 这个大腿的一种打击 你要意识到 你 漂亮 关键一局了 现在呢 对于袁荣辉来说 他一定要保住 哎呦 这个 就是说打出一个影机 打出一个交叉 这是以拳换腿 你踢我一腿 我给你拳 你踢我一拳 给你拳 其实这个也是对的 因为呢 你踢我腿 我给你投 对吧 哪个好算 肯定是打得好算 但是从这个德芬来讲 目前来讲 就是说 踢腿的这个声音更响一点 因为你踢腿的时候 你中心肯定是往前 你不能坐屁我坐后了 你往前 你中心过来 我就容易用拳打击你 我用后拳打击你 你给我一拳 我给你一拳 对 刚才是 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体系反手 刚才孙超是做了一个 第一拳腿反住了 哎 这下又是一个 那要凭什么办法呢 你肯定要动电脑筋 对吧 因为呢 这种腿太多了 你如果始终是反不住 说明自己有一点问题 你看在这个第一名和第三名 这个水平较量当中 双方就是拼拳和腿 对 根本就不会出我们说 你那种旋腿 就是转身的动作 对 不会的 包括转身边界也都不打 对 就拼实力打开了 哎 反正是全拳 哎呦 我刚才同学 要打东西就 可以我了就 打得太棒了 但是杨永飞做一个老队员 他这个看击打能力 还是比较强的 所以我们就觉得 通过我们中国 这个真功夫 让大家一个了解了 散打的规则 了解散打散打的一种技术 同时我们从他们两者之间的较量当中看到中国三大一轮这种体型包括力量都已经有了 对 那么他也要融合一些像泰拳或自由飞的技术的动作 把节奏带起来控制一下距离感更会更好 男子八十五公斤级的最终竞争 一号裁判员 一号裁判员 红方十八分 蓝方十六分 二号裁判员 红方十八分 蓝方十五分 三号裁判员 红方十七分 蓝方十五分 恭喜红方杨永飞一飞冲天 让我们有请出陕西省职业经理人协会副会长西安一僧正龙商业运营管理集团公司董事长杨森然先生来为我们搬出商业策划杯男子八十五公斤级冠亚军奖杯 在八十五公斤级这个级别里 杨远飞依旧赢得了王者荣誉 我感觉冠军不是在长安那一刻 下来后就才能开始 感觉那一刻非常棒 像吓得一身轻松啊 感觉不死气吧 就是王者 真是下一次 他就可以赢过来 然后王者在这儿谢谢大家了 谢谢 以后大家支持中国武术 支持中国东南国 谢谢 然而我们也欣喜地看到 一批批新生肖家 正在柔转冲击着老家们的二者地位 在这个内态上 有一个无数传承的力量 一直在延续 下期节目中 八十公斤级附高峰领前出场 是今在荣聚归来 他将再次决战位台 2015年是我 运动生肖以来 第一次参加 世界五十三大级 紧德赛 我的对手呢 是俄罗斯的老对手 是任务斯林木 我来说